第六个呢 它就是对生命功能的一种修复 非常的好 我们人的细胞有60兆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都有多少功能 可能有十种 百种 千种 那么这么多的细胞 让它每一个细胞把功能都能够发挥得很好的话 那钙离子在中间也是要起很关键的作用的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构造 除了男性和女性的分别之外 我们接受同样的教育 或者同样的工作环境 科研环境 为什么有些人的科研环境就很好 为什么有些人的事业就很成功 有些人的身体就很健康 这和我们这些细胞类的功能发挥的强与弱 多与少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钙呢 又关系到我们这些功能的发挥的好与坏 比如说 我们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婚后之后 只要有性生活 他们就可以怀孕 那么他们怀孕 取决于成功率高 怀孕后孩子的健康状况 又取决于这个男性的精子的顶端 他携带的钙离子的量比较足 比较多的时候 他的精子量就多 活跃度就高 那如果一个女孩子 他补钙补好了之后 那他的这个卵子比较活跃 那精子和卵子的相遇 就很容易形成什么 受精来 就一个新的生命就开始了 那还有有些人可能就是科学家 就可以创造奇迹 有些人一辈子很努力 都是普通老百姓 这就在于我们这些多种细胞的功能 比别人发挥的不好的话 那是不是和钙也有关系 那我以上给大家介绍了钙的六大功能 其实钙远远不止这六大功能 我觉得大家了解以上这六点 去指导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人的生命和生活 就已经非常的好了